这里是位于光明路上占地0.72公顷的光明安居社会住宅基地 在去年8月统胞工程决议后 目前正在办理都市设计审议 立法人蔡世英与立委参选人曾文廷议员 特别邀请住多中心执行长黄锦茂说明推动进度 蔡世英表示光明安居预计9月开工 将可提供450户住户 而且规划有将近100坪的托育中心机能完善 另外基隆市还有好几块基地正在办理都市计划通盘检讨中 其中暖暖区域的惠民新村可信性极高 曾文廷也期盼住户中心和基隆市政府可以持续合作 兴建更多的社会住宅供基隆市民选择 光明安居的这个案子已经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那未来我们希望在惠民新村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发展 那我也会持续的来努力配合我们蔡世英立委 在立法院的一个推动工作 我们希望很快能够看到惠民新村的社宅能够定案 在基隆市政府有意扩编都跟办公室的情况下 蔡世英表示将协助争取中央益住资源 并促成搞不公司和基隆市政府合作 帮助基隆市政府加速社会住宅推动 照顾基隆的弱势家庭和青年成家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